老师看一下这个季基核显息 他在说到他的地有米 金布 哪会都一定会枯萎 他也有教导文 这是这样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 我是不知道说 我们好朋友 这个 种子上 是不是在买的时候 这个经济是什么样 因为理论上来说 就是玉米 我们都在学长的时候 我们很怕这个 玉米有这种类似像 这个文庫病 这个问题 尤其这个和水牛都是相同的 这个 同样的一个地方 在高温高湿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来申请这种文庫 所以因为我们很怕这种病害 跟疫苗的这个 这个疫病的这个发生 所以他其实玉米是在学长 是很重的 所以他很怕这些 所以通常 就是说 如果材料那段时间 如果材料过 他就没什么要紧 所以这应该是材料期 这种子的这个处理 应该是 可能有一点这个问题 其实玉米来说是不需要去做什么 种子的这个处理 因为他带到的时候 他都给你处理好了 所以这是这样 一般来说 会有这种 算到 是 这种豆瘦 这个厢子 外面下 这种 中草属这个厢子 这些都要超大超大 这应该是这个文庫 这一般来讲是这个文庫病 在这个田玉米的这个部分 在了说 在了说这个文庫病以外 我们可能就是说这个病毒的 一个危害 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听众朋友这应该是 比较熟这个文庫 所以就算是这个 以后呢 稍微处理的文庫 以后都有办法来介绍 但是最主要是 隔温隔測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去找到 这种子的这个所在 就是他 很容易産性 所以因为我们 范买在店的时候会比较淡 后面都不用这么淡 所以在那个时间 他就很容易 找到这个种子的 经济的一个团保 所以你看范买 他都会做一个 这个 会跟他外包 这样粉朗粉朗那种东西 最主要就是要防止这种 做着的经济处理 防止这个病害 所以 他会担心 就是要跟你说 这有处理过 你不能拿去吃 这个团队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 这部分 看起来是这样 这田玉米 这个叫米的一个 这个 当然你若是 若是看他没有在担心 因为我们后面这个有继续在担心 算那个藏 他没有继续在担心 这个 如果是这样 就是这个 文库 文库这个如果是在那儿 水 在那儿控制 应该就没啥要紧 应该就没啥要紧 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跟我们 好朋友说 就是说 这虽然你这是在文库 并一半长 没啥要紧 但是就是表示 这个水分的一个关粒 在那儿 比较淡 还有一个就是 种子 经济的这个部分 它处理了 比较不好 就比较容易删成这个 所以你把它放 你如果不要担药 放到那儿 比较大 不然 这文库药要担担 它就好了 这大概是这样 由于来说 我们最怕 其实是这个褪力斑铺病毒 就是说它会这样 这种褪力斑铺病毒 这褪力斑铺病毒 人员就是这个明显 看一种 这个褪力斑铺病毒 这样这样黄黄 人员都不会担担 人员在 由于 什么担担 这种通常是 这个褪力斑铺病毒 这褪力斑铺病毒 来说 是在我们这几年 这两三年来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这是气味团铺 所以这个气味 你一定要把他做一个处理 好事 所以在这里 应该是要小心一下 这大概 如果有在看到这里 我们都会跟田中朋友说一下 他在调到会不会担担 这会不会担担 他就因为适应性的关系 所以如果是台民族 有出现到这种的一个情形 这通常我们就会了解说 是不是他不适合 因为房门有一个比较热的 有的比较弱的 有的比较弱的 所以你这个 品正的这个鑫铺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可以让我们和朋友 稍微来解一下 可以让你稍微知道一下 嗯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